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李书东说过 得意物思意奢侈,失意物意欲失措 人生起起伏伏,失意意识,得意意识 得意之间便是人生 诚然,一个人的忍受力越强,越能够从逆境中崛起 因为他不会因为一时半会儿的失意而萎靡 也不会因为得意而浮夸 重要的是,你会发现那些凡事都能够忍的人 可以顺着人生的起伏而行动 就像月亮一样,圆了又缺,缺了又缘 顺其自然,向急而动 忍住了就是退路,支持而后勇 忍不住是寻找了活路,生于忧患 忍着一生,忍住了你就赢了 一,忍住委屈,韬光养晦 古人认为,阳刚一辙,柔可可刚 如果一个人一直勇往之前 那么他就会在受到挫折的时候 做出冲动的事情 正强好胜的性格会把自己逼近死角 做人有弹性能屈能伸 才能让自己在退回来的时候继续成长 创造新的机遇 战国时期 王俭精通兵法 受到了秦王的重用 并带领大军一举灭了韩 赵魏三国,功劳显赫 有一天 秦王问如果要灭掉楚国 需要派多少人去 王俭说要六十万大军 另外一个年轻将军李信说 有了二十万就够了 顿时,朝中有人笑话王俭 年纪偏大了,胆子也小了 不如年轻人那么有干劲了 当李信领军去楚国的时候 王俭称自己带兵在身 回老家休养去了 对于那些嘲笑他的人 丝毫也不理会 避过了各种的烦恼事 有一位主持人说过 如果命运给了我一个低谷 我不会悲伤 我会把它当成崛起的地方 当一个人不得志的时候 不要想出头 而是要低头读书 要认真思考 把自己当成一个蓄水池 静静地让源头活水涌进来 总有一天会隐瞒 即便是非常有名气的人 如果不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光 坚持学习 也会从舞台上跌落下来 唯有学会了走走停停 边走边学 才能够持久 二 忍住情绪 明断是非 拿破仑说过 能控制好自己情绪的人 比能拿下一座城市的将军更伟大 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编辑 曾经碰到了一件侵犯版权的事情 那是一本由他担任责任编辑的编著作品 一位作者提供了版权保证 而且编辑本人也根据其参考 图书做了调查 最后确认版权没有问题 才出版成书 但是就在该书出版了几个月后 一位老作者来到出版社找到编辑 每等编辑弄明白是什么事情 他便以一副教训人的口气说道 你是怎么当编辑的 这个人抄袭这么多也看不出来 老作者一直对他说教了很长时间 编辑实在忍无可忍 反驳道 你认为谁会把天下的书都看遍 谁抄你的你去告谁 找我撒什么气 想想看编辑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 本来为这本书已经花费了很多精力 在作者信誓旦旦的保证下 还是出了问题 再说 即便侵犯版权 也可以付诸法律 没有必要对一个责任编辑大嚷大叫 何况这位编辑只是一个新手 何尝受过这样的辱骂 当然 这是站在编辑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看 这位编辑其实已经失去了一些理智 本来很好解决了问题 最终还是有些不愉快 还好 这位编辑随后控制了一下情绪 先找来了主编陪那位老作者聊天 然后仔细地核实了一下 发现抄袭之处不到一万字 于是再和那位作者联系 作者也答应陪着 这位编辑迅速冷静下来 理清了一下思路 然后去见那位老作者 首先向他表示了一下歉意 表示自己刚才的情绪有些失控 老作者也表示出自己的做法有些不妥 然后编辑把情况向他说明了一下 首先 侵犯您权利的是我负责的作者 其次才是我们出版社 总共抄袭不到一万字 而不是您说的两万字 作者愿意赔偿 请您提出赔偿方案 最后 经过出版社的核准 编辑把相关的法律 收给老作者 最终赔偿一万元了事 试想 如果编辑当时情绪一再失控 以至于丧失理智的话 事情办起来可能就不会那么顺利 如果以法律的方式解决这件事 不仅仅费是费力 而且得到的结果 可能三方都不会满意 而他只是适当地控制了情绪 就让事情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这就是控制情绪的好处 控制好情绪 不一定能够使你增加一些朋友 但一定会可以 让你减少一些敌人 一个人 一定是先控制了自己的情绪 然后才是更好的与人相处 在美国一家大型超市 受理顾客诉讼的柜台前 许多顾客 尤其是女士们大排长龙 急着向柜台后的一位年轻小姐讲理 有的甚至讲出了很难听的话 但柜台后的这位年轻小姐 却仍耐心地接待这些愤怒和不满的顾客 丝毫未表现出任何险恶 而他背后一位经理模样的男士 也和他一样面带微笑 只是这些顾客们前往去的部门 原来这家超市突然出现变故 引起顾客不满 但是他们并未和这些顾客辩解论争 只是理智地引导顾客前往应该去的部门 这样顾客发泄一顿也就理智了 事后或许还未因为自己的失态 而对超市深感内疚的 事实上 当顾客离开时 个个像温顺的绵羊 有的经过柜台前看到那位小姐时 甚至流露出不好意思的神经 如果我们面对不喜欢的人 或者不希望听到的话时 我们应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至少不要感到不耐烦 生命十分短暂 有太多建设性的工作等待我们去进行 因此 面对我们不喜欢的人和事 不一定非要进行攻击 三 忍住高 谦卑尊贵 战国末年 秦王派李信攻打楚国 大败而归 秦王主动去老乡王俭的老驾客戏击地说 还得请你出马才行 王俭说 大王 我年岁已高 又病在身 联请高明吧 过了一会儿 秦王低声下息地说 将军不要再推测了 经过一番好言相劝 王俭带着六十万大军开拨楚国 一路上 王俭对秦王说 我要很多的封地 还要很大的宅院 还要安排好子孙后代的事情 下属和上司探条件 肯定让人很不舒服 但是秦王对王俭一直以礼相待 所有的条件都答应 俗话说 小不忍则乱大谋 一个高高在上的人 如果不懂得低头 不理先下市 那么他注定成不了大气候 一己之力 无论如何都抵不上一群的力量 古人说 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 当一个人不再高傲的时候 他就可以把自己放在群众的之中 并且和群众打成一片 然后借助群众的力量 做成自己的事业 每个人都有求助于别人的时候 即便是王者 也是如此 三国时期的刘备 三国茅庐 请诸葛亮出山 就是典型的例子 四 忍住言语 沉默是金 看过一个笑话 一个老人问儿女 到底是舌头坚硬 还是牙齿坚硬 儿女们说 当然是牙齿啊 老人张开嘴说 人老了 牙齿没有了 舌头还在 这是为何 大家面面相觑 老人接着说 因为我们话太多 把牙齿说没了 显然啊 言语的力量不容小看 好的可以说成坏的 真的可以说成假的 假的可以说成真的 丑的可以说成美的 如果不能够把控言语 就会令人很受伤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随便动用言语的力量 否则你在伤害别人的时候 也会伤害到自己 话多了 牙齿就没有了 最不应该的是 咬牙切齿地说话 不说 不是无话可说 而是难得糊涂 让自己静静地待在一旁 做快乐的自己 哲学家卢素说过 希望是坚韧的拐杖 忍耐是旅行带 携带他们 仍可以登上永恒的旅途 每个人都想赢 但真正的人生赢家 总要忍受一段 至暗的时光 练就人生的铜墙铁壁 忍住了屈辱 才能负重 忍住了脾气 才能和气 忍住了骄傲 才能谦卑 忍住了话语 才能沉默 人生路上 忍一时风平浪静 忍一生 宁静致远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 点点订阅 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众 感谢您的观众 感谢您的观众